吃得好饱 走吧 吃了冰的东西 睡觉的时候围肚兜 万一你们吃快了肚子 我可不管了 老板 那我搬走了 在炎热地狱里喘息了劳工朋友们 阿亮 那是什么 这是元祖爆冰机 我跟杂货店要来的 爆冰机 学长 你真厉害 所有能要的你都要 你跟人家要那个做什么 爆冰机当然是拿来挞冰的 冬天围着暖桌吃橘子 夏天坐在走廊吃爆冰 我不可能拿着这台爆冰机来爆脸部吧 学长 说到爆冰机呢 上个礼拜超市拍卖的时候你不是买了吗 就是这个 企鹅爆冰机 哎呀 那种像玩具的不行了 现在是注重美食的时代 一定要用正统的爆冰机才行 怎么爆冰机也有分正统跟不正统啊 阿亮 你也未免变得太快了吧 上个礼拜你还一直拿着这台爆冰机出来